又到了荔枝的产季,大家可能最近不时,会受到鲜艳一滴的荔枝,在视觉与味觉上的强烈攻击。 在夏天吃冰冰凉凉的荔枝,可是杨贵妃等级的享受啊。 但老一辈人总是会说,荔枝吃多了会上火。先不管上火这种说法,到底是否有确实的科学根据。 但你知道其实真的有研究指出,在不对的时间,吃了过量不合时的荔枝,有可能会死人吗?荔枝竟然有这么大的杀伤力,就让我们从印度神秘的风土并开始奢体。 在印度最大的荔枝产地,穆萨菲尔普尔区。 从1995年起,每年只要移到了荔枝的产季,就会发生原因不明,而且死亡率非常高的神秘疾病。 患者多为贫穷家庭的孩子,伴随着脑部神经的病变,发病的时间,通常在凌晨三点到八点之间。 没人知道这个风土病,到底是什么?怎么发生?为何发生?当时的线索只有三个。 一,疾病的发生和荔枝的产季吻合,产季过了就很少有案例。二,多数的得病者,是生活在此区的贫穷孩童。三,疾病的特质是快速的发作,且多数是早晨发生。 关乌疾病有诸多的猜测,当时的科学家主要怀疑人因是日本脑炎这类的传染病,寄生虫,或也有人怀疑事情跟吃荔枝有关系,但没有人能证明实际的因果关系。 如果不知道造成疾病的原因,就很难进行预防及治疗,所以这个奇怪的疾病,持续周期性的发生,但众多医学专家一直束手无策。 虽然有诸多猜测,但这个神秘风土病的面纱,一直到2014年的研究,才开始被揭开。 在2014开始的研究中,科学家先透过文献的搜寻来过滤可能的原因,在搜寻的过程,有几个片段的发现。 此神秘风土病,与日本脑炎的症状不同,并不会有发烧的情况。 过去曾有因食用西非荔枝果,而导致南埋加呕吐症的研究报告,而且致病的毒素次肝氨酸,A,也已在动物实验中证实,的却会造成呕吐症。 荔枝中含有阿阿阿法亚甲环柄基肝氨酸,也含有次肝氨酸。 根据1989和1991的两个动物研究,发现阿阿阿法亚甲环柄基肝氨酸,会造成低血压。 科学家将符合这种疾病症、状,而到医院就诊的儿童,和同样在医院就诊,但无此疾病,且同住此区的同龄儿童对比,看看这些神秘病的病童,到底和其他病童什么不一样。 所有人被检测,是否有感染任何病原体、寄生虫、毒物金属及其他非毒性非传染性的可能病因,并透过加速追踪饮食情况,以及发病前,是否有吃过荔枝? 针对荔枝本身也进行分析与研究。 结果发现,这神秘病的病童,没有任何感染的症状,也没有被寄生于中毒,然而和对照的其他病童比较,只有神秘病的孩童,会在尿液中剪出Cypoglycine A和MCPG的代谢物。 从生活习惯来看,得了神秘病的孩子,通常有夜间空腹的情况,并且有超过一半的人,在秀医前都吃了荔枝。 而针对这些荔枝的检测也发现,荔枝里的的确切有助Cypoglycine A和MCPG,两种毒性物质。 而且如果是未熟的荔枝,这两种毒物的含量,更比熟成的荔枝高四倍。 这个神秘病,也可以说是荔枝病,主要是因为孩童减持大量荔枝来吃,如果因为荔枝吃到饱,而导致没吃晚餐,或是因为家境而未吃晚餐,又在吃到饱食物食了未成熟的荔枝,多因素交互之下,就可能造成致命性的低血糖,及神经损伤。 而为何是孩童特别容易发病?可能是因为幼酮肝糖存量较少,在面对低血糖时,没办法有足够的肝糖转换成葡萄糖供脑不使用,而导致严重的脑病变。 答案,其实居然完全如老祖宗所说,不要空腹吃荔枝,不要吃不熟的荔枝,避免孩童吃过多的荔枝。 谢谢各位收看,不要忘记订阅本频道,再见。